这样的水我们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个了 我是一个愿意拼的人 然后敢于尝试的人 这个坡度直接是90度 刚才我家老二走丢了 我觉得只要我在中国能活下来 我肯定不会带着一家老小区跑出来 我后面背了个大包 前面放了个大包 本来我这个包是应该我爸爸背的 只是国家就把我这个路都给断了 我们的这个菜园 因为我们家里面在国内 我爸妈他也是种地 时序入秋 加州气候宜人 阳光却依旧强劲 照得李伟新家的菜园 生机盎然 那边你看它是割了 就是炒菜啊干什么 这个是小葱 然后呢这个也是 这个葱包饺子特别好吃 厨房里 李伟太太烧水 俐落的下饺子 一家七口走线来到美国 已经满一年 就住在这栋月租2600美元 三房两厅的老房子 苹果 Apple Apple 然后香蕉呢 布拉娜 布拉娜 鲁怎么说呢 真棒 走线时 强保中的女儿 已经满一岁 两个儿子也在美国念小学 生活步上轨道 但每当李伟打开电脑 大风大浪的回忆 便如潮水般涌来 这就是我们坐那个船 从基督 我们走这个 是被誉为这个三条线路当中 最危险的一个 阿坎迪亚是土匪窝 手机秀出一家人 从南美润美路线 2023年夏天 李伟带着老婆 小孩还有父母 从老家中国安徽富阳 经香港飞往厄瓜多 由于当时中国人免签入境 一家便由厄瓜多首都基多 走陆路北上 经哥伦比亚进入巴拿马 预计出雨林后 一路直达美墨边境城市提华纳 最后翻墙进入美国 前半段体感向旅游 直到进入巴拿马雨林 现实接踵而来 这就是我们阿坎迪的雨林入口 你看有多少人 必须要买票才能进来 放眼望去 大批来自委内瑞拉 秘鲁 玻利维亚等地的南美人 齐聚一堂 都是要冒险偷渡 进入美国 不过整座雨林 早已被当地黑帮控制 得买门票才能进入 他们那个南美人 他们好像天生就会走线 大家能看到 这个前面的吗 就是这种标记的话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直往往前走 一路上都有南美走线前辈 系上的蓝色布条 跟着走就不会迷失方向 谁知道华人脸孔 让他们惹祸上身 不止遇到黑警 搜身敲诈 还撑了劫匪眼中 待宰肥扬 为了保命 身上钱全数交出 甚至连沟通用的翻译机 也送给劫匪 但他们还不满足 眼光转向李伟一行人身上的手机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手机 有的人身上都有两部 他们拿出来 放到他那个盘里面 然后他看了一下 他就说 Made in China 我说Yes 然后他说No No No 不要 不要国产手机 后来他就只要Apple 当时是有七八个人 拿的都是苹果十三十四 他就很喜欢 因为这都是硬通货 这里要牵着手过 因为水的冲力很大 要牵着手过 苦难接踵而来 原以为三天能出雨林 最后竟走了五天四夜 命是保住了 但双脚以红肿起跑 出了雨林 吃了第一口米饭 前面就有船了 这人在这卖五美金一份 走线人潮太多 难民商机让小贩口袋赚满满 一些NGO组织也大多在此设立难民营 甚至还有手机充电 让大家休息再出发 只是出了雨林 又得面临另一波考验 就是从威迪玛拉进到墨西哥以后 这个段路是最难走最难走 它一路上全部是劫匪 全部是劫匪 黑帮把整个线路给垄断掉 就是你每一站 你坐摩托车 坐中巴车 坐什么车都要给他们钱 其实我一家人花了十几万 光那一段路 我都花了五六万人民币 大概花了三分之一的钱 这个山坡上面是没有威蓝的 直接过去 走过去就是美国了 到了这个围墙里面的时候 哇 感觉自由的空气都是香的 李伟与家人的遭遇 是冒险走线中国人的缩影 什么原因让他们感冒生命威胁 也要润美 妈妈去送外卖 来 再见 妈妈要送外卖去了 马上就回来 好不好 初来乍到英语不会说 李伟特地选择 不用沟通的外送员 先赚地桶金 这个车就是因为送外卖不一项 来单了 一上下就有单了 四个卖十六块钱 接了 然后挣个十六美金先 在美国这边的话 工作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轻松 就业机会比较多 如果像我这样辛苦一点 早上十点多 九点十点钟出门 然后晚上大概十二点回来 一天能挣个三四百 三百多 有再差也能挣个两百 所以好一点就是三四百 一天如果算一下挣三四百的话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加州赚一天 中国赚十天半个月 高额薪水是一大诱因 但李伟在中国原是服装厂老板 在浙江做生意比不缺钱 决定出走是因为被故乡安徽政府逼上绝境 按照他们说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管你挣多少钱 你早晚一天会回家 那现在我们政府给你们出台一个政策 只要你们回家投资办厂 然后呢 比如说你投资五百万 我们可以给你贷款 贷五百到一千万 而且是免利息的 那你要不愿意回去 犹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李伟投入全部资金 满怀希望回乡盖工厂 地方政府游戏规则 先盖厂后贷款 李伟深信不疑 却没料到厂盖好了 政府却翻脸拒绝借贷 找他们去贷款的时候 去说这个项目的时候 结果他们告诉我们没这一项 说负责这个东西的人已经叼走了 当时那个心就一下就凉了 就觉得好像被骗了 后来我们找到另外的人才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钱 为什么他说没这一项 是因为你们没有送礼 你们没有给钱 如果你们给了钱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然后当时也没办法 我们就这样被坑了 工厂盖了只能硬着头皮开张 原以为勤奋能克服一切 谁知道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及恒大地产风暴 拖垮大环境 三年积蓄全数赔光 李伟为萌生改行做红酒生意 才发现这场经济风暴已扩散到社会各阶层 因为我做的是属于中高档的圈子 所以那些老板都是负债 他们说我们一醒来的时候 我们要算着我们今天要还多少利息 他们做工程的做什么的都是 然后我就真的扛不住了 到23年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说 我说我们还有一条火轮 我们在中国是没有火轮的 大多数中国人不约而同 选在新冠疫情后走线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统计 2012到2020年 每年平均只有1500名中国移民 非法进入美国 但2021年封城常态化后 人数急速增加 2023年更一举突破5万人 这一部分其实是目前我们接触到 是占大多数的 就是处于经济原因 他说非常简单啊 你为什么要来美国 因为这个汇率啊 你在美国这个3000美金 打回到中国去就是2万多 那你在中国现在挣3000块钱都不容易 所以说他们有些 很多人他是说是奔着这个来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人 就是相对少的 我们不能说这个具体比例是多少 我估计可能就在十分之一左右吧 这一批人他们是坚定的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统治之下 他是非常有坚定的反共意识 他是不能再容忍了 虽然海美拿到绿卡 还不是永久居民 但李伟与家人信心满满 美国梦即将起飞 走过大风大浪 如今归零 重新开始